立新基金会在93军人节的今天举办记者会公布军中性侵调查报告 一位曾经在军中遭到性侵害的女军官兰姐控诉过去被影长性侵的不堪回忆 希望透过自己的现身说法可以遏止军中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 而国防部随后则是发出新闻稿呼吁被害人尽速提出告诉 一字一句女军官兰姐不只写下心中血泪 更选在93军人节站出来呼吁正式军中性侵害 本人原为军中女护理军官 在我38岁那一年已是少校主管 但在军中遭受同财的诬告 威权长官的逼迫 将我强调至外岛金门 一次被人命受刑的教授性侵害未遂 接着又一次在军中 被军中长官在军营性侵害得逞 原本幸福和乐的家庭在被调职金门 遭军中营长滥用职权性侵得逞后全部破灭 没有太多遮掩勇敢面对媒体 对于不堪回忆多年来历历在目 心灵与家人所受的伤害更是难以弥补 20余年来我饱受心灵的严重折磨 长期侵蚀我的心灵 而使我的性格大大转变 伴侣不知所措 经过数年的忍耐 终止婚姻破灭 我的子女也在恐惧及不安中长大 根据军法司统计 从2009年到2011年军中性侵的案例总数达161件 例行机机会试算 若处于三年156周 等于平均每周就有一起性侵案发生 但若连同未通报的犯罪黑数一并估算 每周恐怕至少10人受害 另外民调也显示 有将近四成的受访者 听过军中亲友遭受性侵害 而男性遭性侵比例3.7% 女性则是1.1% 我在这里诚恳的呼吁各界人关注 大家团结 共同终止军中性侵害 军阶下的性别暴力屡屡发生 勇于挺身而出的却少之又少 拦截现身说法 呼吁受害者挺身而出 捍卫自己的权力 杜绝军中性侵再次发生 有点tv由家伟刘一轩台北报道